新冠肺炎的疫苗还在人体实验阶段 这一段期间很难熬 中天新闻特地征集网友的提问 像是从外面回来 外套啊 衣裤 鞋底啊 还有头发等等 会不会藏有病毒呢 您所关心的问题 由主播卢秀芳独家专访 临床经验相当丰富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以及对新冠病毒有深入研究的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胡碧杰 来为大家解惑 新冠病毒肆虐 人人文艺色变 网络谣言不断 生活上很多习惯动作 到底会不会传染 民众很疑惑 是放屁床奶吧 淋水机传染 共用肥皂 公厕里一块肥皂传来洗去 万一有人是无症状患者 病毒有没有可能透过肥皂传播出去 第一个事情 洗手我们尽量用流体的肥皂 对吧 不用固体 固体肥皂容易传播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哪怕你用了固体肥皂 你如果有充分的泡沫 后面经过充分的冲洗 这个病毒再感染给你 这个风险也是极少的 确诊病患使用过的瓶口 接触到饮水机出水口 下一位食用者 同样用水壶去装水 再将水喝下肚 又或者是点个外卖 但餐厅老板 外送员有人染病 消费者又将餐点吃下肚 会不会成为传染途径呢 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这个是作为一个 是重要的传播途径 是进口传播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还是比较放心的 但是呢 我想这个叫外面 你这个外包装 如果是觉得有污染的机会 那么我想 你要把外包装 先打开的时候呢 要注意要小心 假设这外面有污染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从里面打开呢 减少外层的这个接触 那么减少你手的污染的机会 但是这个食品 直接进到这个口腔里面吃下去 会不会引起通过胃肠道的 这个病毒的倾斜 引起的感染 那这目前没有这样的证据 专家解释 新冠病毒主要还是 透过呼吸道传染 并不会透过吃来传播 如果真的很担心 民众可以把外卖食物 再次微波加热 因为病毒不耐高温 超过摄氏56度就会被消灭 疫情严峻 但日子还是要过 在外奔波一天 万一无意间跟确诊民众接触过 我们身上穿的衣物 鞋子 头发 会不会沾上病毒 因此染病呢 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情 把外套挂在悬瓜 那你肯定说 那我外套沾了这些东西 我怎么办 哎呀 这个东西灭菌都很容易的 我们只要扔到洗衣机去洗血 就用洗涤机在那洗血 基本上就结束了 那么如果你家有烘干机 那就更棒了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烘干是你解决最好的办法 大家去买一个烘干机 所有的东西 烘干机烘一烘 病毒立刻就没有 六四度三四分钟 病毒死光光 目前台湾有高达四万多人 列管隔离 若家人当中 有人居家隔离 衣服能不能用 同一台洗衣机洗呢 衣服分开洗 先洗 先洗谁的 大家想过没有 先洗干净的 好 干净的衣服洗完以后 再洗 隔离的 就是居家隔离的人的衣服 洗完以后 所有的衣服 全部要继续烘干 烘干是一个消毒的过程 专家总结 病毒最怕高温 生活上吃得用的 若都经过高温杀菌 少去公众场合 口罩紧带 保持社交距离 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 染病风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